这个小岛一到饭点就会添降美食 不仅有汉堡包 培根煎蛋 美味的橙汁 还有各种口味的冰淇淋 而在不久前小岛上只有一种食物 那就是沙丁鱼 人们换了几百种方式吃它 依然感到恶心想吐 为了解决食物匮乏的问题 男孩决定发明一款美食机 把饮用水变成各种食物 他首先把自己的想法画上图纸 然后反复进行实验测试 最后再设定程序 没过多久 汉堡包的雏形就显现了出来 可这时突然发生停电 把家里的电器给烧毁了 经过再三检查 发现是家用电无法带动机器运转 于是男孩把美食机带到发电站 进行第二次测试 可这次依旧没能成功 机器突然失控 在岛上一顿胡飞乱撞 然后直飞上天消失不见 男孩为此感到非常失落 没想到梦想就这样破灭了 突然 有块饼干掉进了海里 接着是一片之势 男孩抬头看向空中 眼前的一幕 把岛上所有抬头的人都给惊呆了 一片巨大彩云朝着小岛飘来 无数的汉堡包从天而降 男孩的实验终于成功了 他拿了一个汉堡放进嘴里 口感原汁原味 这下终于不用再吃沙丁鱼了 岛民们高兴坏了 而男孩也趁着热潮 制造出了更多的美食 不仅让天上下起了鸡腿雨 还有培根煎蛋 橙汁雨 彩虹糖和甜甜圈 甚至局部地区还有冰淇淋雪 随着天降美食的消息火速传开 男孩变成了小岛上的英雄 市长也专门来找他合作 想让他把小岛变成美食圣地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观光 可这天晚上 男孩差点被一条热狗砸中 他把热狗带回去研究 发现食物已经发生变异 正在悄然变大 于是男孩决定终止实验 关掉美食机 但却遭到了市长的反对 市长告诉男孩 现在关掉美食机 只会让他变成千古罪人 无奈之下 男孩只能再次对美食机下达了指令 第二天 美食节如期举行 但没想到的是 危险也随之而来 一阵巨大的一面龙卷风朝着小岛袭来 把人们吓得四处逃窜 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就是那台失控的美食机 男孩火急火燎地赶回实验室 想要关掉机器 可却被市长拦了下来 市长甩出一个巨型萝卜 把控制台给砸坏了 此时的市长已经立意熏心 根本不管群众的死活 而另一边的美食风暴仍在继续 不断袭击着岛上的各个角落 为了彻底解除危机 男孩制造了一台飞船 打算去天上关掉机器 他还找了三个伙伴一同前往 可当他们飞到一半 发现事情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美食机周围积聚了大量的云团 就像一个肉丸一样 而此时有个变异的披萨 向他们疯狂袭来 男孩在慌乱间 弄丢了美食机的阻止程序 他只好向地面的老爸求救 让他重新发送 话语间 他们来到了云团的入口 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等他们再次醒来 发现眼前有一片滚烫的油炸海 一不小心就会变成炸薯条 可即便是这样 男孩还要一边跳 一边指导老爸发送程序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差点让他们惊掉了下巴 墙壁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烤鸡 他们刚转过身来想要逃走 就被突然降下的烤鸡挡住了去路 而同行的胖子也被烤鸡吞掉了 但下一秒 烤鸡居然跳起了舞 还倒在地上不停地震动 原来是胖子在和烤鸡做斗争 强行控制了烤鸡的身体 胖子凭一己之力和鸡群打斗 掩护男孩等人离开 随后男孩和女孩来到了一个洞口 里面插满了花生糖尖刺 而女孩正好对花生过敏 男孩决定让女孩留在上面 用干草绳把自己慢慢放进洞穴 可这时地面突然发生震动 女孩一不小心滑倒 手臂就被尖刺划伤 身体也变得过瘾肿胀 为了让女孩回到车上治疗 男孩一口咬断绳子 掉进了洞穴深处 在这里 他终于看到了心心念念的美食机 男孩趁着美食机不注意把它绑了起来 然后将阻止程序插进了机器内部 可这时美食机挣脱了绳子的束缚 扭动身躯想要摆脱男孩 在这生死存亡之际 男孩看着自己脚上的鞋子 想到了一个主意 他用力喷尽封住机器的洞口 让机器变得不堪重负 最后发生了爆炸 终于 这场美食风暴正式结束了 但女孩一点也不开心 他们以为男孩已经牺牲了 就在他们伤心绝望之时 天上闪现出一道黑影 原来男孩并没有死 一群鼠鸟将他安全送了回来 故事的最后 伙伴们一拥而上 为他安全返回感到非常高兴 而居民也为他阻止灾难感到自豪